你知道,失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吗?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你看到的,就是对的。 本期视频里秘密就给你们讲一讲,被誉为吊打主线的隐藏剧情, 倒极城,无名武士,公义的故事。 在倒极城的他被杀,我们在这里会遇到一个无名武士, 当我们带着好奇心上前和他对话后,他二话不说, 直接向我们发起了决斗。 在我们战胜他后,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名字都不记得了, 他的记忆中只有自己这一身刀树,只有握住刀柄的时候, 他才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 眼前这个无名武士的脑海中总会闪现出两个小孩在一起练习刀树的场景, 他还模糊记得练习刀树的周围环境, 我们通过无名武士简单的描述之后, 决定帮助这名武士寻找他的记忆。 寻这武士有限的描述,我们在岛西城的地狱寻找了大半圈, 最终找到了这个位置。 在这里我们捡到了一封家信和一把废弃的刀, 这封信是一个叫公义的人写给他的父亲的, 通过信中的内容得知,这个叫公义的人参了军, 在军营结交了一个叫松平的好朋友, 还说以后有机会一定带他回家, 让他的好兄弟也尝尝母亲做菜的手艺。 公义也是非常的努力, 他在军营的表现非常的突出, 就因为他突出的表现被晋升为了齐本, 并且和他一同参军的同村邻居家的孩子, 也是他的好友, 岩次也一样晋升了齐本。 公义还说, 等以后战争结束了, 他和岩次回到村里, 一定要为自己的父母修建一所大房子, 再买一条新船, 让家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收起了信和废弃的刀, 我们再次回到了无名武士这里, 把这些交给他之后, 这名武士似乎也回忆起了什么。 对,对啊, 曾经我好像生活在军队, 还, 还有那个小孩, 这把刀, 似乎是他和他的伙伴, 去家里附近的冶炼厂, 捡回来的两把没人要的刺品刀, 只是, 我好像记得, 当时他们捡回来这两把刀, 还被周围同村的人, 嘲笑他们买不起名将锻造的刀, 只能解这种破烂来用。 看着眼前有些失落的无名武士,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信中提及的公义, 松平和言刺这三个人中的一个, 既然武士提到了军营生活, 那么我们或许在幕府军的军营, 能找到一些信息, 当我们来到军营之后, 在这里我们果然见到了一个叫松平的人, 我们把无名武士的事, 和他说了, 渔村? 确实在之前我有一个好友, 出生在渔村, 在和珊瑚公的对战之后, 他就消失了, 我想凭借他的刀法, 根本不可能被珊瑚公的那些杂兵击败, 在战场上消失, 不是死亡就是逃兵, 所以他是个逃兵。 这个叫松平的士兵, 说到这里, 虽然他的话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但我能从他的眼神中, 看到了那遮挡不住的情感, 当我告诉他这个人失去了记忆, 变成了指挥挥刀的狂人时, 问他愿不愿意帮助他恢复记忆的时候, 松平双眼未颤, 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没想到他居然失去了记忆, 曾经的我, 还和他, 还有他的同乡, 三人一同在月下饮酒, 在当时他和他的同乡建树都非常的高超, 北大将提拔他俩成为奇本, 但在后来与珊瑚公的那一战之后, 一切都变了, 我暂时脱不开身, 你也看到了, 我正在军营执行任务, 不能擅自脱离之手, 没办法, 这是军规, 你把这个带给他吧, 或许, 或许正能让他记起些什么, 在和松平的对话中我们得知, 那个无名武士, 应该不是公义, 就是言次了, 我接过松平递过来的酒壶, 与松平告别后, 来到了无名武士这里, 当他看到这个酒壶, 双手颤颤巍巍地接过了酒壶, 我想起来了, 我叫公义, 曾经有人拿着这个酒壶跟我说, 公义, 再喝一壶, 在后来与珊瑚宫的那场战斗中, 我引以为傲的武技, 居然连续掰给了那个蒙面武士三次, 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我同时也感觉到了恐惧, 我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不敢睁眼, 在挥舞了不知道多久后, 我缓缓地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的居然是那把熟悉的刀, 跪月, 动气, 在这把刀的旁边, 躺着的是那名珊瑚宫的蒙面武士, 我的, 我的好友的刀,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 不, 那是我同村好友的刀,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说到这里, 这个叫公义的武士, 癫狂了起来, 他举起刀朝我们看来, 在一番战斗过后, 公义的情绪终于平和下来, 他轻声说道,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那把刀, 那么害怕, 于是我就逃离了战场, 就这样, 跑啊跑, 跑啊跑, 我来到了一个海滩, 至于我为什么害怕那把刀, 我也记不清了, 公义说完之后, 我来到了公义口中所说的, 当时的那个战场, 在这里, 我们果然找到了那把刀, 在刀的不远处, 还有一封残破的信件, 当我打开信件后, 看着心里面的内容, 我沉默了许久, 最后, 我决定不把这封信交给公义, 因为我怕他,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回到公义这里, 我把他过有的刀, 交给了他, 公义的情绪也平静了许多, 与他做了简单的告别号, 我离开了此处, 此时的我, 站在西洋下, 再次打开这封信, 西洋的余晖, 洒在泛黄破旧的纸张上, 看着心里的内容, 我心里无畏杂陈, 这封信, 是死在战场的那个人写的, 而信的内容, 是公义写给言次的, 这说明死在战场的那个人, 是公义, 那么这个自称公义的诗意武士, 也根本不是公义, 而他, 正是武杀公义的那个人, 言, 刺, 言次新奇, 还记得我俩参军时的梦想吗, 我们要用勇猛的刀法, 取得功名, 暴效覆没, 后来在一场与珊瑚宫的战斗中, 我偶然见到了一封珊瑚宫士兵的假书, 他心里也是写满了对家人的思念, 他们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梦想, 同样的牵挂, 而我们的士兵处处排挤我, 他们甚至把我的后背暴露给了敌人, 原本我们应该同心欲敌的, 没想到, 却处处被自己人背叛和抛弃, 我考虑了很久, 既然我在幕府遭受同僚的背叛, 那我不如加入敌军, 请你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在这里, 我每日都会想到我们曾经八九延婚的场面, 想念我们曾经的过去, 想念我们的家乡,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等待战争结束后, 你要还愿意与我相认, 那我们到时候一起回家吧, 我不要那些所谓的金钱和荣耀, 我只要两个人, 两把刀, 就好了, 是的, 完整的两个人, 完整的, 两把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